嗨 大家好 我是Kerry 昨天晚上呢 下了還蠻厚的雪 到現在還在下雪 那我要跟大家說一聲 我上一支影片的那個live 真的是不好意思 開場第一滑 結果那個沒有穩定器 這麼的不穩定 所以我決定呢 我今天要再重新拍一支 帶你一起去滑雪的影片 那我上一集影片直播呢 是在Hilafu滑雪場 是在Hilafu滑雪場嘛 Hilafu滑雪場那天只有開最上面那一個 懶車 所以其實有一點 蠻短的感覺 那今天我要帶大家去Hilafu滑雪場 Hilafu滑雪場呢 這一次是有開放Gondola的 是可以從最上面滑下來 所以我覺得滑起來應該比較過癮一點 然後呢 昨天晚上下的雪量還蠻不錯的 你看 你看這個 厚度 帶你一起去滑雪囉 那我們 除雪除的差不多 我們就來出發吧 下大雪當中 剛剛我們把車子停好了 今天我一樣是要滑Ski 加上Snowboard 所以我現在背著我的Ski Boots 那我今天計畫 預計就是 大概滑到中午吧 然後就去 Max Value 我要去買朋友的聖誕節禮物 然後加上我最近跟一個 住在英國的Youtuber 我要跟他玩交換禮物 還蠻期待的 第一次跟這麼遠的 住在這麼遠的人交換禮物 我就會超好玩的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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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悉的感覺 我之前 在還沒下雪的時候 才來這邊拍過而已 今天雪下超大的 感覺等一下應該是蠻powder的 耶 教養的朋友 我等一下我來幫你們滑 然後我必須跟大家講 滑雪場啊 現在已經 我覺得很像雜謊 Local的滑雪場一樣 就是幾乎都沒有人 以前大家來這邊上過課 應該知道啊 這邊通常是大爆滿的 但是 近期是 人超少 連滑雪場的人也都非常的少 好 我現在要穿鞋子 準備去滑雪 耶 我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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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suke的 特熱 粉 老子 老子 i'm not a fan of your peers i'ma hand him the shears he not the man he appears heart of a lion i'm trampling fears i love the man in the mirror cry me a river to stand in the tears you better stand in the clear i'm going crazy niggas fugazi how are they ever gonna fuck with a kid put it on baby you do not faze me boy i do not give a fuck what you did eating that kitty she stuck to my rib how can i trust if he fuck with the peace bro got a glock and a couple of c's he thinking about splitting a couple of weeks shouty my dna all real nigga sweatsuit all heel figure and i ain't even gotta deal with you if i ain't never split a bill with you i got hennessy and horchata baby girl wearing nada ass growing from a sada bad robe and it's prada fiji water by the cold glass granddaddy by the zip lock 滑完了幾趟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了 我覺得每次剛開季都這樣講到好酸喔 大腿還沒有適應那個滑雪的感覺 剛剛ski也沒有滑得很好就 第二趟開始就覺得超級累的 所以我覺得祭出的時候還是不要太push自己好了 Nishikawa-san要帶我們去吃午餐 午餐很簡單吃個炒飯還有 有什麼啊 餛飩湯 餛飩湯 好香喔 現在時間是下午兩點半剛剛在家裡稍微沖過澡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去買聖誕節禮物了 然後天氣突然變得還蠻好的 買完聖誕節禮物呢等一下就去泡溫泉 好我們現在一起出發吧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迷上Netflix的一部劇 叫做華登初上 那演員是林心如他也是製作人 還有楊錦華 修傑凱啦 曲中恆啦 全部都有演 然後他的劇就是有一點點懸疑啊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在演說 1988年代的日式酒店的文化 還有一些感情的糾葛 我覺得很好看 那是台灣的劇啦 那我是覺得很久沒有看 這麼多資深的演員一起演的一部劇 我覺得真的是 很爽看了很爽很過癮的感覺 就是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他現在第一季只出了八集而已 那我好像花了兩天就直接把他追完了 我想要看第二季第三季 他好像總共有三季的樣子 那第二季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來 呃快點出快點出 我很想繼續看 總之這一部華登初上 真的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差不多說的說著 我們就到了這個 我要買聖誕節禮物的地方啦 給大家回味一下這條街 好冷清喔 你不覺得很冷清嗎 那我這次要買聖誕節禮物的地方呢 在這個登山軒這個拉麵店的二樓 好久沒來逛這間店喔 樓下是那個拉麵店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的聖誕節 我給大家抽獎的是聖誕節卡片嘛對不對 那今年我想說來買一些零食好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已經兩年沒有來日本了 應該很多人會想念白色戀人啊 或者一些北海道的餅乾零食 來看一下現在有什麼東西呢 他們現在東西好少喔 是不是因為疫情沒有關 沒有那個 疫情沒有觀光客的關係啊 買好了 這次要給大家抽的聖誕節禮物在這邊 那雖然這個袋子是白色戀人 但是內容物不一定是白色戀人喔 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餅乾 抽獎的時間會在12月16號的台灣時間晚上8點 我會在YouTube這邊開直播 那如果大家想要抽獎的話呢 只要你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說 你最想念 你最懷念北海道的哪一款零食 你就有機會抽獎喔 抽獎的朋友不一定是住在台灣 你住在各個國家 只要你抽中我都會寄給你 因為去年已經抽過聖誕節的卡片嘛 這次我就買了非常非常具代表 Niseko的一個明信片給大家抽 那如果你想要參加這次的抽獎的話 記得你要願意留下你的真實姓名 地址跟電話 你要願意留這些東西給我 我才有辦法寄給你 所以要願意留真實姓名地址電話的人 才可以抽獎喔 不要到時候抽中了你 結果你給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電話地址 或者是姓名不對的話 那也會造成我的困擾 因為可能寄不過去 那郵柴又會再寄回來給我 最後會有一點浪費啦 好那這次呢 就很期待 很期待下禮拜 跟大家一起直播聊天抽獎 那我接下來呢 要去Max Value 走 今天早上有說嘛 就是我要跟一位住在英國的YouTuber 來玩這個交款禮物 到時候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會拍影片 就互相拍影片開箱 這位YouTuber呢 她叫做Pay 那我會把她的YouTube連結都放在底下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她這個 這位女生呢 非常的漂亮 那她之前是在英國的BV上班 那剛好BV是我的愛拍 所以我那段時間本來想要買包包 想要就是亂搜 胡亂搜尋 就欸 剛好看到這個BV櫃姐 住英國 然後我覺得她很漂亮 所以我就開始在follow她的YouTube 那之後我們就開始有互動啊聊天啊 漸進有稍微小聊一下這樣子 那我最近呢 就一時興起想說 欸那我們為什麼不來交換禮物呢 就互相開箱 我覺得超好玩的 那我現在就要去買她的禮物 那我當然不會透露我買了些什麼囉 到時候呢 聖誕節快到的時候 我們會互相錄那個Vlogmas 就可以看看我買哪些禮物給她 好 那我們下一站就去Max Value 我到Max Value了有沒有人很懷念這裡呀 有來過的可以留言一下 好今天的陽堤山 還不錯 天氣很好 陽堤山露臉 好我們進去買東西 終於採買完全部的東西了 天都黑了 現在時間是下午四點半 我剛剛買了Max Value的一大堆東西 還順便買了一些藥妝店的東西 所以呢 PAY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這一次有吃的有用的 我自認為我真的還蠻會買禮物的 都是很實用的東西 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 好那我也非常期待收到PAY的禮物 等我收到之後 一定會好好的開箱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對英國的生活有興趣 對正妹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追蹤她的頻道 她最近已經開始在拍Vlogmas了 超厲害 從現在開始要到12月25號 每天上傳耶 我真的是很佩服 我沒有辦法 太強了 我可能是25號的當週才會每天上傳 現在先還沒還沒 我還沒開始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去健身房運動一下 然後就回家剪片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